上回说到,在杨选感叛乱的时候,身为军师的李蜜,为杨选感绘制出了上中下三种战略方策,而杨选感却选择了其中的下策,也就是攻取洛阳,最终也落得兵败身死的结局。 为此李蜜还扼腕叹息,可如今李蜜却也在洛阳周围修营垒挖好沟,摆出一副不打下洛阳,事不罢休的模样。 李蜜这样做,不是跟杨选感一样,选择了危险性最大的下策吗? 而李蜜的军师柴孝和就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性,于是他劝李蜜应该立即放弃洛阳,攻取地理位置更加优越且防守薄弱的关中地区,然而李蜜却一口回绝了柴孝和的建议。 李蜜对柴孝和说道,此城上策,无以思之久矣,但昏竹尚存,从兵由众,我所不皆山东人,见洛阳卫下,谁肯从我西路? 朱将出于群岛,刘之各境雌雄,如此则大也会议。 大概意思就是说,梅雄此侧的确是上策,可我思绪良久却很难实现。 首先我的部下都是山东人,洛阳在他们心里就代表着隋朝。 如果我连洛阳都拿不下来,谁还肯抛家舍业,跟我去打关中呢? 即使我手下将领都是群岛出身,由我在这里镇着,他们还能相安无事。 一旦我离开,他们恐怕马上就会自相残杀起来,到时候现有的成果恐怕都不保,那还谈什么大业了。 不得不说里面的顾虑,还是有一定道理的,瓦岗军的组织就类似一个加盟连锁店。 展让当年的瓦岗寨班底,算是一个总店,在这个总店之外,又不断地吸收了河南和山东,大大小小的山头加盟进来,算是分店。 这些加盟进来的山头,虽然也叫瓦岗军,但还是独立建制,各自统领员班人马。 这种组织方式的上下级关系比较松散,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臣关系,所以也很难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,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加以震慑。 而如今李密就是这么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,所以他知道,一旦自己向柴孝和所说的难离开山东,去攻去关中,那这个松散的联盟马上就会出现问题,甚至是解体。 柴孝和是个聪明人,一听李密这么说,马上也就明白了李密的处境,不过他并没有死心,因此他又说道,既然主力部队不能动,那我自己拉一只人马去探探路行不行。 李密一听,这是个好主意,于是就派柴孝和带着祖军宴写的那篇西文,和几十个骑兵向西进发,马港军早已名声在外,柴孝和这一路走,一路宣传,周围的山贼草寇都纷纷加盟,到了红农,柴孝和就已经由原来的几十人,发展到了一万多人。 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,单靠柴孝和这只偏师去攻打关中,也不是不可能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,李密这边出事了,李密每次跟随军打仗,都是身先士卒, 虽在一次战事中,他不小心被流史射中,只好躺在大营休养,于是随军趁机夺回了回洛仓。 如刚刚所说,马港军之所以能凝聚到一起,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李密的个人魅力,和战无不胜的英雄业绩。 现在吃了败仗,缺陷也马上就暴露无遗。 柴孝和招来的那一万多人,一听李密败了,纷纷逃赛,很快就跑了个金光。 柴孝和没办法,只好又带着几个亲兵,回到了李密身边。 这样一来,这次试探性的出兵关中,也就以失败告终。 李密这次兵败回洛仓,只是一时的失礼。 很快李密不仅重新攻占了回洛仓,还进一步发展壮大,拿下了黄河南岸的李阳仓。 李阳仓在随朝的粮食储备,仅次于兴洛仓。 这个大粮仓一拿下,李密就又一次开仓放粮。 老百姓也在一次踊跃参军,一下子瓦岗军就扩边了二十万人。 李密也是志得一满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又有一个人看出了李密风光背后的巨大隐患。 此人就是徐洪克。 徐洪克原本是在泰山上修行的一个道士。 别看此人是出家人,但只有政治眼光。 他反复旁观了李密的战况之后,就为李密写了一封信。 心中严岛,大众久绝,空迷近人散,事劳厌战,难可成功。 大概意思就是说,你现在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,但这些人可都是要吃饭的。 假如哪一天你的粮食吃完了,恐怕你的大军也就散伙了。 所以你现在必须赶快趁着士气旺盛攻城为敌,别等粮草散尽,事劳厌战的那一天,不然你可就惨了。 徐洪克这两句话,可谓是一桶零下二十度的冰水,狠狠地就浇在了,正处于得意之中的李密身上。 让他瞬间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性。 可问题是,洛阳一时半会攻不下来,又该往哪里打呢? 徐洪克信中已经为李密指明了方向,乘进去知机,因驶马之锐,言刘东旨,指向江都,直去毒夫,号令天下。 大概意思就是说,你若真想成大事,就应该率领精锐部队往江都打,把毒夫民贼隋阳帝给升起了,那天下不就是你的了吗? 说实话这正是李密当年给杨选赶出的上策,用一句话表述,那就是秦贼先起亡。 把隋阳帝擒住了,那一切就好办了。 那么李密会不会采纳徐洪克的建议呢? 很遗憾没有,他的理由其是跟他不能放弃洛阳,只扑关中一样。 关中好歹还是北方地区,士兵们尚且不可能追随李密区的,更何况是远在南方的扬州了。 既不能入关中,也不能下扬州,李密就只好跟当年的扬选感一样,把东都洛阳当作唯一可行的目标,继续跟他死磕。 然而洛阳不仅城池兼顾一手南宫,更重要的是隋阳帝派来的援军也到了。 大叶十三年七月,隋阳帝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来到了洛阳,他就是王世冲。 王世冲生性狡诈,特别会讨隋阳帝的欢心。 当初隋阳帝被为燕门之事,王世冲听到消息之后,周夜豪哭一不解待赶去救援,从此也赢得了隋阳帝的信任。 不过此人可不是光会拍皇帝的马屁,他在带兵打仗方面也颇有心计,可谓是心狠手辣。 举一个例子,当年杨璇赶起病,江兰的刘元晋等人也率重响应。 王世冲当时就负责收拾刘元晋,他不费吹灰之力,就把刘元晋给灭了。 刘元晋虽然被灭了,但余部还有三万多人,他们化整为灵继续作战。 那怎么对付这三万多人呢? 王世冲就耍了个阴谋。 他先是找了个黄道吉日,到佛寺去焚香发誓说,只要这些人投降,就一律免罪。 刘元晋的余部也都是老百姓,无非都是官兵民反,现在听说能够获得谅解,可以接着回去过自己的小日子,就纷纷投降。 不料王世冲却是个背信弃义之人,齐军一放下武器,他马上就露出了争鸣的面目,把这三万多人全都杀死在一个叫黄庭建的山谷里,尸骨累累把山谷都填平了。 可想而知,王世冲是何等的凶残阴性? 现在王世冲从江淮带了五万亲兵到洛阳,再加上其他各路援军,总共有十万人归他调遣。 可想而知,李密如果想攻取洛阳,那更是难上加难,然而就在李密身处巨大的军事困境之中,无法自拔式。 马岗军内部却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变动,那就是李密把老长官宅让给杀了。